中国年轻人的未来和当下的焦虑 大家好,我是陪你看世界的童小军 都说男儿有了一部情谈 可这部理想招摇中国 我却是看一集哭一集 我觉得它太能代表中国精神了 在真理的味道这一集中 讲述了共产党宣言完整中文版的诞生过程 1920年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 所谓的北洋政府 不过是列强势力的买办 他们无视民生疾苦 任由各种蛀虫 爬在老百姓的身上敲骨洗髓 很多读书人都慌了 他们觉得论语救不了中国 四书五经救不了中国 学英国的议会制 学日本的内阁制 学了这么多年 中国还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 陈旺道先生望着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感慨道 今天的中国山太多 庙太少 到底哪座庙才能拯救中国呢 这是那个时代 所有中国青年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眼看着无数次血与火的教训 旧发生在眼前 陈旺道深刻的意识到 要拯救鸡贫鸡弱之中国 只改良某些细致末节 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 为了传播真理 他依然返回了故乡 义乌分水堂村 着手翻译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带着坚定的信念 他在家宅旁一间破漏的柴屋里 夜以继日的忙于翻译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 柴屋四处漏风 阵阵寒流不断息入 动得他手脚发麻 没过几天 陈旺道先生就瘦了一大圈 为了抓紧时间 他的一日三餐 都是老母亲递送过来的 母亲看见陈旺道瘦了 特意裹了糯米粽子 并加一碟红糖端了进来 反复叮嘱他趁热吃 可是这时的陈旺道 看着共产党宣言入了迷 他拿起粽子 蘸上墨汁 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母亲在外面问 红糖够不够 他随口回答说 够了 够甜了 后来母亲收拾碗筷的时候 竟然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 叠中的红糖 却一点都没有动 母子二人对视 不仅哈哈大笑 这就是真理的味道 说句实话 这个故事我在小时候学过 当时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 但从这部剧中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的眼泪哗啦啦就下来了 共产党宣言中说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是为绝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独立运动 他有如漆黑场夜中的一团火 在龙东腊月的破柴屋里 烧暖了陈先生的心 当他用颤抖的手 点亮了一团又一团的新兴之火后 当他觉得 自己发现了拯救中国的真理之后 他忘乎了一切 吃什么都是甜的 因为真理的味道 就是甜的 时至今日每当我读到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 我都会觉得震撼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起来集邨就活的努力 起来全世界送出的人 满墙的热血 已经非能高辈 对人而兜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